我那会儿看这个照片 看杜老师拍好多 都是以前去各个地方旅游的 这个是在天安门 这是哪年呀 74年 对 当了两年兵 这是山海关 山海关 我有两张照片特别好奇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期的 这个是 就是戏曲 戏曲 戏曲的服装 对 戏曲 这是小生 那是试的 好像是赵云的 那是谁的就是 说到这个戏曲 这个杜老师 您当年是学河北邦子 河北邦子 河北邦子在我们天津 也有很多人喜欢 但是可能更多朋友 接触京剧还是多一点 您给我们来介绍 这河北邦子是一个 和京剧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 河北邦子呢 它实际上主要是在 天津 河北 在河北这个一带呢 它高靠河北邦子 作为河北人 我最喜欢听的 就是河北邦子 唱枪说白了 那真是高昂 很多演员唱得了京剧 他唱不了邦子 河北邦子 因为太高了 对 您给我们先来两句邦子 我们能不能 有耳术听着 好吧 我过去这个 学戏曲的时候 我也不是唱的 我是翻根子 舞的 舞的 但后来呢 确实也跟着唱过 唱过丑 和你两句 这个《原文斩死》里头 木瓜 那句句 好 木瓜开眼道 姑娘你识听 回到高山上 急忙发大兵 随于这种 我这木瓜 它也没有太高的地方 就是这 这是河北邦 河北邦子 就穷人 脱困难 自己的队伍 来到 面前 好 好 这个后来部队是具体发现 您哪一点觉得您 这人我们得要 录取我的原因是 因为我翻根子翻得好 那时候 还有一个表演 给你出两段戏 你在那表演 您还记得演的是什么吗 过去有个老电影 是齐熙演了那里边的一段 这个他们开连关会的 捉舌头 演那个美国兵 捉舌头 后边你看光演坏人了 他说打你考试那天 就开始奠定了 奠定基础了 那个时候就 对 在演出队跑了几年龙套 后来这个演出队 慢慢地都解散了 部队就把我送到北京 去学习去了 学习什么呢 美术 调到北京去海军的杂志 做美术编辑 美术编辑 美术编辑 我就改行 不演戏了 后来又到中央美院 进修了两年